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并没有去实作移动预测所导致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如果你要自行实作这一件事情 那将会是一件非常棘手的工作 但是如果我们使用了C3的Multipod Player套件 则可以很轻松的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上 哪怕是在Unity 大家常用的多人连线套件 好比说像Fontem也支援了移动预测这件事情 我想这恐怕在业界是常见的标准解决方案 另外Multipod Player套件在运作架构上 训定控制是采用了WebSaki 这可以确保控制资讯的正确性 因为WebSaki是基于TCP协定运作 而玩家之间的资料传递 则是采用了WebRTC 也就是UDB-based的传输协定 用这种方式更能提高资料交换的即时效率 当然在面对私有分享网路NAT会遇到的问题 则是透过Stump 或者是全Prosity的TURN协定 来解决绝大多数无法连线的议题 有了上述的系统架构 在C3开发多人连线游戏的情境下 我个人当然是非常推荐使用官方预设的 Multipod Player套件来开发咯 当然还有Fontem的C3 Plug-in套件 不过一直以来我都是非常不推荐非官方的解决方案 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伙伴们 还请自行研究咯 好了 行前说明就让我简单的说到这边 接下来就让我正式开始介绍 如何透过C3的Multipod Player套件 来开发一款多人连线游戏吧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我已经完成了多人连线游戏 多个玩家可以透过网页在同一个时间 透过网际网路 也就是在不同的电脑上 共同加入同一个房间 进行捕获新星的游戏 游戏过程中 最先取得30颗新星的玩家 就可以赢得该场游戏 另外你也可以透过按下Space 来施放阻碍的烟雾 让接触到的玩家 减缓移动速度 阻碍其他的玩家 经由这样一个概念简单的游戏 我就可以很快的介绍 如何透过Multipod Player套件 来开发多人连线游戏 使用这个套件在初始阶段 需要先经过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步玩家连接到训令伺服器 第二步玩家登陆到训令伺服器 第三步玩家连接到专属房间 如同前面提到的 以此架构设计的多人的一些游戏 是由玩家直接自行处理 资料运算以及网路资料交换 所以说会有两种身份 加入一个房间之后 如果没有任何主持人 则会由系统指派一名主持人 一般来说就会是第一位连入的玩家 在这个房间之中 所有的物件交换以及资料交换 它都会成为中心的角色 所以说主持人的负载会比较沉重 第二个身份就是客户 或者是PierKnight 一个房间之中可以有多个客户 他们会传送自己的资料 并且接受到主持人传送过来的资料 客户角色并不需要处理物件的计算 他们的负载会较为轻松 这边为了要区分 主持人以及客户所要执行的不同工作 我们需要在程式码中 使用group来拆分具体要执行的程式码 当玩家加入房间之后 系统将会决定该玩家是否为host 如果是host将会启动host群组的程式码 如果说系统指派这个加入的玩家 为Knight 则是会启动Knight的程式区段 当然也别忘记在初始阶段 要先关闭host 以及Knight这两个group 才不会产生混乱 多人连线游戏有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区别你的我的 具体上在Multioplayer套件中 你可以透过Multioplayer.myID 来取得自己独一无二的peerID 对于host的管理上 则是可以透过Multioplayer.peerID 来取得正在处理目标客户的peerID 为了方便后续的处理 我会在player物件创造的一瞬间 将它的peerID储存到 player的物件中 另外还会透过Multioplayer.associate object with peer的指令 将player物件指定到特定的客户 peerID 这样做的目的是 当玩家因为任何原因中断连线 包含离开房间 离开连接 甚至网路中断时 主持人端都会自动的将这个玩家 从游戏世界中移除 虽然在自主式的hostKnight架构下 我们基本上是信任Knight端传递过来的所有资料 不过 透过peerID 辨别不同的玩家 我们仍旧是可以对玩家进行一些系统操作 好比说 传送特定的讯息 剔除玩家 强迫玩家切换游戏阶段 等等管理的行为 总之 peerID这个概念 将会贯穿整个Multioplayer的操作 所以我就先在这边提及咯 接着说明物件的同步机制 所谓的同步 简单来说就是同步玩家的位置 行为 以及环境内所有的物件 在Multioplay架构中 主要分成两种同步机制 第一种是 由host端同步物件给每一个Knight端 第二种是 从Knight端传递资料到host端 使用上虽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但是要清楚说明这个概念 以及相对应的程式码 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事实上 当我自己在研究这个套件的时候 看着C3官方的文件 完全无法快速地掌握到整个因果关系 不过 经过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尝试以及碰壁之后 我终究确立了整个运作的流程 在这边 依据我个人的经验 就尽量简化 说明 希望可以让你们更快地进入状况咯 好 针对第一种同步机制 由host端同步物件给每个Knight端 具体要做的事情 就是将特定物件设定成sync 这件事情是host端 以及Knight端都要做的事情 一旦你完成这件事情之后 只要host端的程式码 动态新增持物件 在Knight端就会自动地产生 当然 当host端删除这个物件 Knight端也会自动地删除 并且当host端改变这个物件的 坐标轴 角度 同一瞬间 在客户端也会同步地进行异动 这将是非常好用的功能 在sync指令中 还有底下几个参数 第一个data资料 你可以指定仅同步坐标轴 或者是仅同步角度 更甚至你可以将两个资讯都进行同步 第二个precision精确度 你可以指定相关资料的精确度有多高 越高的精确度将会需要越多的传输位元 第三个平宽 bandwidth 这个参数直接关系到预测的可能性 分别是完全不预测 也就是每秒更新30次 高程度的预测 也就是每秒更新10次 以及最低每秒更新两次 基本上这个设定是建议套用到几乎不会动的物件 在这边以上这三个参数 可以依据你个人的需求 以及测试的结果 调整成最合适的参数组合 另外一方面除了同步物件以外 由host端同步的目标 也可以是物件变数 你可以透过SyncObjectValue的方式 来将变数同步给可耐端 这个功能套用在同步各个玩家的资讯 非常的有用 好比说每个玩家有不同的写量 不同的分数 或者是不同的射击CD时间 都是不错的选项 针对第二种同步机制 从可耐端传递资料到host端 这是由可耐端提供更新资讯 主动递送到host端 host端接收到更新资讯后 需要判别资料是否合理 当然 在我们这个实作案例中 是百分之百相信玩家 不会传递任何有关作弊的资讯 要做到这件事情 我们先要在layout开始的一瞬间 先注册递送变数的通道 透过add connect input value tag xxx的指令来达成 在这边我先以 connect向量X以及向量Y来举例 这两个变数 我打算用在player 正在移动的向量更新 这里你会不会好奇 刚刚我们不是已经透过 single object的指令 来同步player的物件的 为自己角度了吗 没错 但是系统其实只有提供了 player物件当下的资讯 但是却没有提供动量 也就是移动方向的资讯 所以我们需要透过客户端 主动更新这些内容 来让player物件的移动 看起来更为平滑 更为合理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如果玩家透过作弊的方式来更新内容 就有可能会产生不公平的现象 如何让游戏更为公平 这将仰赖host端核实这些更新资讯 由于相关内容较为复杂 在这里我也就不深入实作啰 在注册了两个更新通道之后 接着我们要让玩家定期回报这些资讯 在group.knight中 Modible Prayer提供了一个更新的事件 这个更新的周期是由Modible Prayer套件达成的 究竟是多久我们无从而知 当然也不需要知道 总之在update更新周期的这一瞬间 我们针对player等于 Modible Prayer.myID的物件 也就是knight它正在操作的player物件 毕竟画面上会有其他的玩家嘛 我们进行setknightinput的StateValue 有关于player的knightVx 以及knightVy的更新 这样一来 host端就会收到在这个周期中 针对player移动向量的更新资讯了 另外一方面在group.host端 则是要定期取得从knight端 送来的变数资讯 这边我是采用了以下的方式 Modible Prayer.peerState这个指令 来取得player物件的向量资讯 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我就是完全信任knight端 传送过来的资讯 此时 如果你执行专案测试 你会发现所有客户端的坐标轴 已经成功的进行同步了 但是 为何玩家的移动方式 还是会发生闪现的状态呢 其实 这个闪现的状态 实际上是回溯 它的起因是来自于 当客户端将坐标轴 传递到host端 仍旧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换言之 在host端上 客户player的位置 必定是延迟于 客户端真实的位置 一旦host端回头 更新这个坐标轴 它的位置给客户端 就会导致客户端发生回溯的情形 为了避免发生这个情形 我们必须在客户端player物件 uncreated的当下 指定 enable local input precision 这样 让客户端在一定程度上 预测每个player物件 较为合理的位置 才不会不停的发生回溯的现象 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记得 将这一段程式码放上去 接着 如何让玩家发射出 阻挡烟雾呢 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能就需要 用上前面提到的 两种同步机制 第一个由host的同步 第二个 由肯爱端送出更新资讯 在初始阶段 我们需要同步 阻挡烟雾的物件 以及建立 是否按下了同步变数通道 从肯爱端开始 由于玩家要提供 我已经按下发射 阻挡烟雾的指定 这里就是为何 我们需要在初始阶段 注册一个 shadow block变数通道的原因 先从肯爱端触发 在group connect 区块的更新周期内 判别是否有按下 发射按钮 并且指定peer id 为此玩家的player物件 通过set connect input data value shadow block指定为1 来告知host 这个玩家 已经发射了 阻挡烟雾 接着在group host的区段 就会比较复杂了 这边 我们本来定期 就会检查每一个player 是否有按下发射钮 如果这个player是knight 就会透过 multiple player.peerstate 来取得是否按下 涉及的资讯 当确认按下后 需要比对 是否符合 发射的资格 而在host端 最终产生 阻挡烟雾 换句话说 能不能真的发射出烟雾 必须是由host端 说的才算 而不是由knight端决定的 这也就是一个 由host端决定是否合理的案例 当player物件 is overlapping 阻挡烟雾时 这将会导致 它的最大移动速度下降 付诸说明一下 这里其实是透过knight端达成的 理论上呢 应该是要由host端 去做一些防止作弊的判别 但先让我们简单化这件事情 比较好说明 经过一小段时间后 在host端的阻挡烟雾 将会自动删除 既然前面我们已经透过sync的指令 来同步阻挡烟雾 那么当host端删除该物件 knight端就会自动的 借由multiple的套件 删除阻挡烟雾的物件咯 这边要提醒 千万不要尝试在knight端 主动删除物件 因为已经由host端 sync过的物件 如果你在groupknight这样做 将会导致城市一场游戏中断 好吧 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 简单说明了如何透过 seaside multiple player 套件 开发一款多人连线游戏 在影片之中 可能无法具细迷移的 说明每段城市码 如果真的有兴趣的伙伴们 还请到说明栏里面 找到游戏原始码的URL 下载回去后 再好好的自行研究咯 OK 以上就是本次的影片内容 这一次的主题真的非常硬核啊 花了我不少时间去准备 那么 如果你情不至今的喜欢上这一部影片 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创作的原动力 我是钟义 时钟的钟 飘里的义 那就让我们下次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